穿越機到底有多快呢 請大家感受一下 它的速度 打到了 大家好,我是你們的莫叔 相信咱們屏幕前面很多小夥伴 前期已經看過我用傳線機航拍的畫面 不得不說,傳線機拍出來的畫面 很有畫面的衝擊感 很有震撼力 但是話又說回來 首先要有的安全,才能有的飛行 所以這一期要給大家講講安全 好,我們首先進行一項比較淡疼的實驗 哦,攝像頭掉了 在這裡 攝像頭掉了,我們吃個黃瓜 好,隨時可以開始 不要著急,慢點 慢點,不著急 不行 不行,還一下還一下,不著急 還有兩個 厲害厲害厲害 哎 哎 好 整包包包,非常好,非常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种就是航模飞行当中经常会用到的聚合物与电池 我们都知道电池肯定是不能短路 还有一个就是不能撞击它 但它航模在空中飞行那么快 带着一块电池 如果撞击了以后 就有可能把它撞的短路 甚至击穿着火 好 丢了 3 2 1 开花了 你没充电是不是电池 好 大家看一下实验失败了 应该是没有电在里面 按照这样的话电已经漏完了 是不可能起火了 应该是没有电 没有电是找不了火的 它没有电流 有味道 有味道 嗯 可以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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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立马都没有疫苗 灭火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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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死我了 Woo 哇天哪 通过这一期视频 想告诉咱们一些萌新 特别是想入坑穿越机的一些 小摩友来说 一些危险是存在的 我们时时刻刻要注意远离人群 特别特别是 刚入航摩圈的时候 对于危险根本就没有意思 他觉得这个小东西飞飞飞飞 砸到了再捡回来就拉倒了 对于一个老摩友来说 我是曾经被螺旋桨 打过手的人 不得不说先有的安全 才有的飞行 在视频一开始 大家看到那台切水果的穿越机 是它的遗照 就已经飞丢了 市场上的穿越机的总类非常多 作为我个人的爱好 即使现在的技术熟练了 根据拍摄的需要 特别是在一些复杂环境下的飞行 我依然会选择小尺寸的机型 胆小的去飞行 咱们有很多小伙伴在问 莫书你给我推荐一两个靠谱的设备 哪一个比较安全一点 我没有办法推荐 因为你们知道我做测评 我最终还是会做成千万不要买系列 我会把各种毛病挑出来 做白了我嘴不要欠 所以我没有办法给大家做一些测评 一些推荐 在这里想告诉大家 如果作为萌新我们想加入穿越机的航拍 队伍的一定要先注意安全 所谓的安全就是咱们不要一下子 一飞行就整个大级五寸的 甚至罗奖飞行高速的 没有必要 首先你要先练习如何飞行 说简单是简单 你们在视频里面看到我飞得很简单 但是操作起来需要你长时间的锻炼 形成肌肉的动作 肌肉的反应 我在这里有两个建议大家 第一咱们先练一下模拟器 第二个尽可能选择那种两寸三寸 有个小跑步签的 一点点大的飞机来练习 好吧 跟大家啰嗦了这么多 希望大家在这一期视频当中 学到亲自知识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